好久没给大家做批发车的节目了啊 今天我们快速的过七台车 首先就是第一台 这是我路视的七台车当中 车况机械状态 我觉得最棒的一台车 是一台2010年的X128i 2010年的X128i 就意味着这台车是3.0直列六缸自然吸气的版本啊 这个发动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虽然说现在已经跑了有14.75万公里了 但是它现在的驾驶感觉呢 也一如大家想象中的那样 还是非常的风驰电车 这台车我开了四五十公里 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还是当年的那个感觉 如果你喜欢玩宝马 喜欢异底盘的驾控体验的话 找不到三箱的33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X1的28i 这个其实性价比可能比三箱的330要更好一些 因为现在这台车只要56,900 外观的橙色如大家所见 内饰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有一点点老宝马的那个味道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如果你之前体验过异底盘的宝马 不管是3系5系还是X1X3也好 这个味道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车况方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结构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大家可以放心买 看完了老家伙 我们再来看看新车子啊 这是2018年上牌的思域 现在只跑了3.43万公里 配置呢是16款的220特勃尊贵版 大家知道2016款出来之后呢 思域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过了 所以可能要到19年我们都能买到2016款的思域 这台车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除了这个机盖现在稍微有点脏之外啊 各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内饰的状态更是无话可说 才3万多公里嘛对吧 之所以这台车能进批发区 主要是前车主干了一件可能让他非常后悔的事情 就是说他拿这个车脱过一次摩托车 因为脱了这个摩托车之后啊 他的后面的梁头呢有一点点轻微的变形 大家可以看图片啊 这个轻微的一个变形 说句实在话不太可能是撞击造成的 因为撞击肯定会造成更大的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变形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这么小的一个变形 真的就只是某个巨大的力短时间施加上去导致的 其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在本田这里会出现啊 如果说你是个德系车 你是个美系车 不要说是拖个普通的摩托车了 你就拖个那个大滑翔 我觉得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而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就让我们这台车价格比正常的思域要低个一万块钱左右 目前它的售价呢只有八点八九万啊 八点八九万可以买到一台三万多公里的准型的思域 只是车控上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瑕疵 所以我觉得车主可能会比较的后悔啊 因为这一万块钱 跟正常航行的一万块钱的一个价格差 足够它拿霍拉拉拖着这台摩托车绕中国一圈了 如果说刚才的思域 你觉得价格稍微有点高 然后它的这个动力我也希望能够更强一些 那么我推荐你可以看一下这台ATS 这个是不加长呢 是进口版的 算是最早的一批车型 然后它的车况呢 主要是这里啊 左前大灯 左前叶子板 然后左边的减震器 还有左边的下托臂 这个都是更换过的 也就是说它左边其实是有一个 稍微伤到里面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撞击 但是它前面还有说纵梁这一块 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总体的车况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这台车是2014年上牌 现在的里程数是11.8万公里 里程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撞击 所以它也沦落到我们批发区里面来了 它现在的价格呢 是74,900 这个价格 不敢说是全国最低价啊 但是也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 可能比你能在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 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ATSL 稍微贵的那么一两千块钱 但真的也就是一两千块钱啊 机械状态 还有整体的车况都是透明的 都是有保障的 我推荐你选这个车 再来个11万多的宝马三系啊 这台车是2015款的超越时尚型 算是当年比较跑量的一个车型 车子也是N20发动机的最后一批啊 它的车况主要是大灯 然后是水箱框架的上半截 没有全换掉 然后就是前面的防状梁换掉了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小追尾的事故 车子是15年上来 现在跑了12.4万公里 目前的价格准确的价格是11.59万 这个呢 应该算是同年份同配置的三系当中的一个 中等偏下的一个位置是比较靠下的啊 距离行情最底部呢 可能有个5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差 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 整体的这种驾驶感受还是不错的 12万公里对于N20加8AT的这样一个动力总成来讲 小意思没有任何的问题 底盘的状态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的 即便是将来再开个5万公里 你觉得比较松散了啊 轴承也可能下课了 这个时候我们花个一两千两三千块钱 把这些东西换换 甚至说我们把所有的底盘件都换掉 也就是在5000块钱左右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那个时候的三系 其实又可以焕发第二春了 我周围的同事也好 还有一些客户也好 他们都开这种三系 F35或者F30的车型都能开到二十几万公里 只要保养到位 依然是一个见不如飞的状态 依然是非常犀利的操控 刚才看的都是大几万的车型啊 现在我们来看看小几万的 这台克鲁兹 三万块钱都不到啊 只要你25900块 它是2013年上牌的 2013款SL天地AT 这是一台自动挡的车子 然后现在跑的里程数很低啊 只有5.9万公里 这个里程数 大家不要怀疑 因为你开过它 你就知道它的整体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不可能是一台里程很高的车型 它的底盘反馈 非常的给力 动力响应 也非常的给力 换挡的感觉 也非常的棒 就是一台里程不多的这种车 该有的样子 它现在最大的一个瑕疵呢 就是这里啊 也是克鲁兹的一个通病 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 磨得有点发毛了 之前我们有过一些 10万多公里的 15万公里左右的这个克鲁兹啊 两边都发毛了 但是它现在只有说右手握把处 大概是9点钟的这个位置 3点钟或者4点钟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些发毛啊 如果说里程很高的话 这个发毛可能不止这么一点点的地方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啊 前车主都是戴套使用 所以说它的座椅的橙色 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橙色 都维持的很不错 在机械方面啊 它现在是油底壳那边有一点点渗漏 但是比较讨厌的是 就是这台车它拖过底 人家已经换过油底壳了 但也许是因为换过油底壳 它换的手艺不是特别的好啊 所以现在导致有一些渗漏 我建议就不用处理了啊 两万多块钱买回去 咱继续开 反正油底壳漏油 又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 还有两个小瑕疵 跟大家说一下 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在上面花钱花精力啊 一个是在左后位置头顶的这个地方 顶棚有一些轻微的脱落 面积不是特别的大 大概有这么大一点 而且前车主已经坐过固定了 现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你要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的啊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倒车影像 这台车加装了一个倒车影像 蛮不错的 可惜 就是这个倒车影像的摄像头是 冲地打的啊 只能看到这么一点点的区域 这我想去调节一下它的这个角度 但发现它是固定死的 前车主 他装了这个倒车影像 就是为了看保险缸 正下方有什么东西 也搞不懂它这是为什么 不过还好 这个几个雷达 现在工作状态都很不错啊 我们靠倒车雷达 也可以把这个车停的很好 两万多的车子 如果大家觉得还是比较贵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万左右的车啊 这台凯越只要一万一千块钱 它是2009年上牌 但是里程现在只有11.38万公里 对于它凯越来讲 这样的使用强度并不算高啊 车子配置是1.6LEAT 人家是自动挡 最大的优点已经具备了 对吧 我们一万块钱买个代步车 还是个自动挡 这个就很幸福了 对不对 而它的车况方面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前面的水箱框架换过 然后前挡风玻璃这换过 故障方面呢 大家看到了啊 就是我们这个 副驾驶的玻璃升降 有一点问题 这个要修一下 再然后就是说 顶棚有些脱落 它的漆门室盖 还有油底壳 这边有些轻微的渗油 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并不影响我们日常用车 人家空调是好的 对于一台一万块钱的 这样的练手车来讲 空调好 自动挡 我觉得无欲无求了啊 这些就够了 然后关于这台车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我看了一下它的产证 如果说你买下这台车的话 会是它的第七任车主 但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你实际上是它的 第二任真正的车主啊 这台车有可能是 实质上的一手车 因为我看了一下产证 它的第一任车主 和第四任车主 是同一个人 而第五任车主呢 显然是第四任车主 或者说也是第一任车主的 这个 它的儿子啊 两个人无论是从姓名 还是从年纪上来讲 一看就是一个户口本上的 而产证上的第三任车主呢 有可能是个车商 因为他只持有了一天的时间 就重新迈回给我们的第一任车主了 而第二任车主 从他的姓名啊 身份证号这些地方 我都看不出来玄机啊 我搞不清楚 跟第一任车主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希望是一个 把车子卖掉 若干年之后 我们第一任车主 又把它买回去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显得非常的有缘分 但是也有可能 更有可能 就是一大家子来回倒腾 因为牌照的原因 因为手续的原因 来回的倒腾 然后挂了很多人的名字 但实际上使用的 还是这一家子人 使用的可能还是同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细节 可以帮助我佐证这个观点 就是这台凯悦 它的CSTN的保养记录 是比较全的 然后它整体的机械状态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如果说一台凯悦 一台老凯悦 真的是过了很多手的话 它的这个车况 其实是没有下线的 而现在凯悦的状态 其实是整个 所有同年份凯悦当中 显然是一个中上的水平 也从这个细节 让我更相信 它其实是个 实质上的一手车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台车 是一台千元车 就是这台 SUZUKI 所以凌阳 这台车是1.3的手动挡 车子是09年上牌 现在跑了13万公里 这个使用强度也不低 但是因为凌阳这个车 底子其实比较差的 所以说它现在机械状态 还是比较多的 具体可以问一下我们销售 但是对吧 人家便宜 这台车五千块钱都不要 4900块就可以把它开回家了 4900块买个手动挡的练手车 我觉得也还可以 哪怕是有些机械上面的问题 但是人家空调是冷的呀 车子开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说出了更多的故障 修起来很便宜 不修只要能动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开个一年两年 手艺练好了 然后这个车报废一下 也能拿个一两千块钱回来 所以你的综合的使用成本 是极低的 几乎低到忽略不计 咱们这停车场 不要说自营车了 就是咱们批发区的这些车子 随便拿到手一台车 开个一年 每年的贬损 可能都要比这个车来得高 哦对了 最后再说一个 让二手车老玩家 都很兴奋的东西 就是这台小羚羊 人家还是一手车 最后再说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